嗨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在种花 种花的话 几乎每天都要浇水 因为你怕它哭死了 但是这样每天浇水 也觉得很麻烦 所以有些人就想到 用懒人花盆的方式来种 懒人花盆的一般做法 他们就是说 哪一个类似这种罐子 就把它对切 对切以后就把它这样摆 这样子就一个懒人花盆的 雏形就出来了 这个懒人花盆 用种起来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缺点 那至于有什么缺点 或是需要怎么样改善 我想请爱迪先生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大家好 那我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懒人花盆到底有哪些 使用上的缺点 各位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一个 这个懒人花盆 它这个一般就是 把瓶子切对半 然后把这个头倒过来 对不对 那万一如果下雨天的话 这个水就积太高 那我们这个泥土就泡在水里 那就造成烂根植物就死掉了 那 那如何避免 它烂根呢 很容易 你就是在侧面 多打一个洞就好了 多打一个洞就好了 那水位过高的时候 它自动流掉 那可是呢 因为它这个是尖的嘛 尖的 它呈现到太底部 那个泥土太下面 那泥土会把那个水一直吸上来 造成这个泥土 里面的泥土过度潮湿 那也是会造成根部的生长不良 那针对这个缺点 那我有一个新的设计 大概就是这样子 你取一个同样的这种 这种这个瓶子就好 我们两个都是用底部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这个底部在这里是平的 然后它这个底部的话 就是离这个排水孔有一段距离 所以水位永远就是有一个干燥区 它不会直接让泥土泡在水里 那我们平常 它这个水分要上来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 要用棉绳 那棉绳的话 为什么要棉绳 因为棉绳的吸水性最好 那可是呢 棉绳在市面上好像也不容易买 那也不容易去判断 这到底是不是棉绳 那我现在就是来教各位 如果去找一条比较货真价实的棉绳 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 这个是一般的尼龙材质的绳子 那为什么说它是尼龙材质的绳子 我们来试验给各位看 那这个东西用烧的是最快速 很简单的一个判别方式 我烧给各位看 你看 这烧下去 全部都溶解 像我们在烧塑胶带一样 整个都溶解融化了 有没有看到 甚至它的东西会滴下来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尼龙材质 那这个吸水性就非常非常差了 甚至还有一些绳子它不纯的 不纯的 的那个绳子 那吸水性也不好 最好的是我手上这种 这种是 纯棉的 百分之百纯棉的 那这一条 这个绳子呢 它的直径 是0.8公分 那如何去判断 这是不是纯棉 也很容易 我们再来烧给各位看 好 我们拿一小结就好了 它这个是由三谷弄成 我拿一谷来烧 这个我会看好了 好 你看 我们在烧的时候 它不会有融化 然后 然后上来这个烟是白色的 就算火洗了 上来是白色的烟 有没有看到 不会有那种黑烟 而且 烧完之后 它这个灰烬 不会有凝固 不会硬快 都不会 好 洗了还是白烟 好 那把它弄醒 好 那你如果是用这个 纯棉的这个绳子的话 它吸水性就非常棒了 那我们这个要怎么做呢 也是一样 就是穿透这个底部 然后就把它打一个结就好了 好 好 好 那因为它这个绳子算是蛮粗的 所以 所以它吸水性是相当优良的 好 那我们只要稍微剪个一点点 它可以接触到 接触到底部 底部有没有 直接接触到底部就好了 那这样水就会 比较适量的被吸上来 不会说有那种过度潮湿的一个问题 好 那以上呢 为各位介绍这个 懒人花盆 会碰到的一些 使用上的问题 以及改良的方法 那希望呢 各位呢 赶快去改善一下 你的懒人花盆 然后去找一条 纯棉的绳子 那以上就介绍到这边 希望各位呢 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 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各位 拜拜